克制坦克的痛苦面具为啥只有汪昭军会出呢 在当下版本能够打得动坦克的装备 那绝对称得上是版本神器 而痛苦面具正是法师英雄最好的搭探神器 基础属性很全面 有法强 有减冷却 还能增加生命值 就是各项属性都不太高 重要的是他的被动 技能命中敌人后 三秒内会受到四次3%当前生命的法术伤害 每次最多造成200点伤害 作为唯一能打生命百分比伤害的法师装备 痛苦面具看起来很不错 确实能够对坦克英雄造成威胁 但是这件装备有很多缺点 首先是被动打出的伤害是有上限的 最多4次最高200伤害 也就是说 痛苦面具能打出的伤害最高也就800 除非后续还能续上被动 否则这点伤害其实是不会对坦克英雄造成威胁的 这点跟也能打百分比伤害的末式不一样 末式的被动没有限制 而且普攻触发非常方便 只要攻速够快 就能一直打出超高的百分比伤害 不过面具毕竟是唯一选择 所以该出的时候还是要出 可现在坦克英雄横行 却只能看到王昭君出面具 王昭君的大招范围广自带减速 而且还拥有很强的持续性 能够一直挂上面具的被动 让坦克英雄躲都躲不掉 只能硬实伤害 反正王昭君的作用 本来就是主打首塔兴线 以及封戈战场 控制关键人物 不需要太高的输出 就能打出效果 其他法师英雄 就要选择伤害更高的法将装 这就是为啥只有王昭君 这一个法师出面具的原因 兄弟们还能想到 哪些英雄会出面具吗